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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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件事之前有1千多百人 就在街上问 知不知道哪个马健 可以说出一个意见的作家 写了书 我也觉得有1千多百人 结果他现在就 我想起码有1百多万人知道 多也不敢猜 讲到自由这件事 很多时候在街上跟人聊天 没有人 包括蓝丝 没有人说自由不可贵 没有人会说我反对言论自由 当然在我们特有的华人系统里面 就是自己说话就有自由 不合听说话最好就没有自由 马健或者马海 又甚至乎浩天 又或者我们这些多口人 说的话究竟是有自由 还是没有自由 还是有人守护我们的自由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人封咪的话 你估计会有多少人出来声援 我想大部分人 包括在听我们节目的人 不要说乘家 就会说是这样的 玩完了 在网上也会说两句 是这样的 玩完了 当然我不会太怪这件事 因为在威权之下 其实你看回以前的蓝斯拉夫 看回很多国家 现在常常说要自由 或者什么的国家 都是要经历过一段时间 或者一个契机 才可以冲破那件事 但是你说对于这个民族 我就真的很难去估计了 你想想 在外国 例如我看回波兰捷克 会不会有这样的 卖波冊 卖捷克冊 我一定有 不用说 但是你说 去到好像昨天的影片也没有 一个人来 去执马建这些人 他可能甚至乎是没有政治利益 如果你说是那些 那些民族群組我就明白了 是没有政治利益 而中国偏偏最多这些人 将自己民族 或者个人的失意 去赖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 自己呢 就很可怕 就被人欺负 但是不追究他 他不敢去反抗极权 他反而见到哪些人被人欺负 他就加一只脚 将自己的不开心 将自己被人欺负的情绪 就发泄在其他弱者身上 中国经常见到 因为这个 马建 大家都感觉到 他是现在威权政府 或者不喜欢的人 马建这件事真的很好笑 林郑月娥说 因为我也是 政府都是什么才知道 我不会说一面倒 就要死去的 正如入境署那件事 我觉得他现在才知道 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还值得悲哀 因为个个都在自我审查 其实呢 这些自我审查 不要说在言论自由 这些意识形态的事情里面 就算以前我们打工 都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事情 大家如果做过 大家出来打工的 你会发觉 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大老闆 真的出选了大老闆 都可以过到骨 反而我经理不行 有些是经理要办事 但有些经理是真的害怕 要死的 不能够出一个一丝一点 OK 结果他就一句说话 你还差点死 其实现在香港 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 马健 说真的 他要来搞一个这样的表演 你不搞够他 我很怀疑 有多少人去听 是啊 没人知道 有一场这样的讲座 我真的很怀疑 有多少人去听 你又搞够人 而最后 你又退等态 你搞就搞得盡 你有本事 不要让他进入警战 香港身份证 他有三个星 三个星 公足有异 你老母 那我们不要理 我们来讲马健 马健就说 既与港人最后抗争 老实说 一个是外边的人 就一定是讲这些事情 讲这些事情 我仍然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说 我们是失败主义的散播者 我们要讲这些成功的事情 很容易 我们不要放弃自己 未来十五月二十五号 虽然我们很不拖李卓人 但我们尽回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那一票投给三号 我们用一票 告诉共产党香港的民意究竟是怎样 是 黑暗是会很长的 但是黑暗是不会不过去的 只要我们坚持 你老实说 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而坚持 是因为我们坚持 才有希望 才有希望 当然 另外就是 其实 真的很奇怪 如果说那些泛交KOL 平时都吊得很厉害 一去到这样的场合 就要归队 我真的不明白 为何要这样占 因为他自己又出来 代替不了他这班人 他又找不到其他一班人 可以出来 手下一个 有人会支持 就继续去依靠这班泛民 Olive 给我们提一提 觉得越来越想吊特首 其实你昨天看清楚 林郑穿着红当当 她也叫做小皮白肉 虽然是60岁 为什么呢 第一 我想她老公不是碰她很久 她也不会让她老公碰 是的 那变成了 也能保持 她本身就是受底 受底的女儿 去到这些年纪 就多数有些肉 是的 我想 讨论 公开在网上 公众场合去讨论 林郑穿着红当 可不可以吊特首 我想我们算是第一个节目 是的 如果大家喜欢听她 可以讨论谭慧珠 犯罪丽态 或者大家朋友可以 分享给我们 你吊特首个老的 多少岁的女人 不要说老婆 老婆就是大嫂子 不要说自己 说外面的女人 有些朋友说 我说她七十多岁 我真的好想佩服 哇 不厉害 她就是要试试 大慈善交 就是要试试 不知道谁会给慈善 还要付钱 好了 马健就说 寄予港人最后抗争 当然是这样 难道你寄予港人 快点走人吗 是吧 他说言论自由 指正十年 这些就是文人 我不会跟你计较 他说她如何去判断言论自由 我们还有呢 又如何去判断 还有十年呢 这些是没得说的 这么大 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去想 文人的形容詞 真的还有很短的时间 就没有了 你们要珍惜了 香港越来越像 经典小说1984 里面的情况 他说 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样 其实我真的想和马健说 马健他现在住在哪里 法国还是美国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 想什么了 想什么 想什么 他说 不过 隔岸观火 我们舍主也买来了 健卿 他说 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的港口 他仍然相信香港是中国的未来 香港的社会结构自由 完全证明 中国是可以有一个自由社会 而生活得很好 我是怀疑的 是 我是怀疑的 就算没有了共产党 中国是否可以有一个自由社会 而生活得很好呢 我是怀疑的 但是当见到共产党这样 倒行逆施的时候 我们是 怎样说呢 譬如现在这样 台湾 OK 他有自由 有民主 他生活得不算很好 是因为有个瘋子佬在旁边 但是瘋子佬走了 是否就代表他们 在商业 和艺术各方面的地位膨胀呢 其实真的不知道 但是只是一件事 就是 怎样崩周也好 他们起码个人自由和言论 是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担惊受怕 只是这件事 就是民主最可怠的地方 我经常看台湾讨论区 无论你说什么政客 柯文哲 韩国也很受支持 吊识他永远多几倍 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人家的言论自由 是 你很简单 人家可以随心所欲去调查一些 好像很受欢迎 或者有权力的人 不是 你很简单 很简单 当日马英九 不知道哪一段 好想多一段 九二八 还是什么 好想多一段 不知道九二一 还是什么 落水大水 出去被阿沈吊 你能不能够想象到 我不要说习近平 就说林郑月娥 又或者说十几二十年前 老董去到荃湾 有一条猪肉 他伸着手去握手 猪肉佬 卖面佬 你不要不想你 他 我们拎着面 拎着手 我们说他有种 第二天就走出来 我对不起 都是这样 那他受过什么事 那一天之后 大家明白了 那他说 马健就说 不过他虽然是这样说 他就是这些文人 他对香港的前景 其实都是觉得悲观的 那是怎样 又说相信香港是中国的未来 又觉得悲观 尤其是当共产党的经济 发展超过香港 这一样 就真的是大问题了 共产党 现在只有百千多 好多 王毅觉得 人均收入 就已经这么大 你让他们的经济 真是发达 人均四五万多 我们的时候 是女孩也没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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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些混产党 除非你恶过去 这个总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 除非你恶过去 你杀他一队 你杀他一队 你杀他三伤 这个总是这样 他说马建在访问里面 主动提及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 他很激动地说问题 他终于说出一个问题 因为他1986年来香港 他说就是源于上一代人 可能是我们这一代 或者是再上一代 大过我那些 他说97回归前 我们已经跟香港人说 基本法不想办 共产党为例 但是那些人就听不入耳 他说结果现在十多二十岁 他二十多岁 就为了自己身份和社会问题 就被政府抓 他说很难过 他说问一下这些父母 究竟有没有责任 把孩子放在一个不知道要去哪里的社会 这么小的社会付出代价 虽然我仍然认为 当时有当时的情况 但是当时你做不到 好 于是现在有一群年轻人出来做 而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是什么人 全家产 除了蓝丝之外 你泛民正在支持的是什么人 你们自己说 你万必 当时大舅 你出来谴责这群年轻人 你们是什么人 那群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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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 一会儿我下次再说新疆 他说DQ议员事件是必然的 因为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事件 是下手特别狠的 如果马健这样说 是不是代表马健认为 李卓人那些 就不是中国的视作敌对势力 或者他至少就是 如果你被人视你为敌对 你又自称自己是反对派 你妥协投降的计划 有用吗 别人会赶尽杀绝 你怎么妥协 他更加杀你 说真的 你想想最重要关头的那些 譬如政改 你投反对票 那个反对是不是共产党 觉得无所谓 改不改他都无所谓 但是其他一些议案 最近日最悠悠悠的 我们说朱奥大桥 你投什么票 高铁你又投什么票 大湾区你又投什么票 大湾区你将会投什么票 以前那些不要说那些 你认为我们是粗佬 本土派 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开山立派呢 如果我自己开山立派 不靠这个大台 可能我此晚我支持者 甚至会被别人的报章攻击我 他估计 他估计 他就这么说 他在习权底下 香港的思想言论之后 只有十年 我就觉得这样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 这样用现在的施政方法 继续下去呢 不要说对外和对内 我很怀疑 最正常的情况发展 就是如果经济真的不好的话 习近平就 譬如我们之前说 有没有人可以走出来 我一顶江山打到去 我觉得是困难的 但是 你要暗杀一个人 是不是这么困难呢 去到这些位置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时候 如果当日你和薄熙来说 先下手为强 薄熙来是先下手为强的 不过是担心了 是 喂 中国政治是这样的 否则你做完这些疯狂的事情 下一次我们讲新疆的时候 我真的找不到 习近平可以不被推翻的理由 你说那帮元老老人 可不可以说 阿平仔 你搞得这么大事 都是不要这样做 行不行呢 我就会怀疑了 因为那帮人 十八九十 一百 是吧 但是你说会不会出现暗杀那些 我认为机会是很大的 另外 马建有最后就说到 他说应该我们对大陆下来的游客 是切法令到他们感觉到 香港社会的重要和不同的地方 而不是只顾发泄自己的仇恨 他说你挡得一个 他再来十个 你不如将偏见消解 跟他解释了 他回去就会解释给下面的人 其实这样才是保护自己和香港 是的 绝对不会反对的 是的 我绝对是认同的 不过我真的做不到 是 小朋友 你不要再者 那时候 香港 这些不应该我们市民做的 马建 所以 从头到尾 如果政府肯做 那个政府 在 那些出入口里 很多都浪费 一有人犯案的 那些 立即 立即 给告票 他走的 甚至乎 那个告票 你知道 你行政 行政可以做得到 立即去入警署 他还没清 这个告票之前 就像我们车牌那样 不用上去什么的 不用上去法庭 简易自罪 他就出不了警 给了10个 20个 30个钱 接着那些道友就说 香港人是可以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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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可以吃费的 你问一下 香港政府是可以做的 于是乎民间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马建你要求 我们民间 他这样 真的好 不允许拒绝牌 小姐请问你们 是不是非法旅游团 是香港旅行团 没有牌照 是不行的 是呀 要用香港渡游的 你违反入警署条例 香港人是有什么时候 是呀 我不用什么班 喂 马建 有时候 怎样说 都要说 左膠就是左膠 OK 休息一会 是呀 小姐 你这么小 什么事不开心啊 你也不可能 侯同学 要何知书算了 又要保证 我很不想啊 我便不听了 我便给你一本书吧 不要不開心了 記住思考人生 只有死雨才會主流走 小子,有時間記得多看書 不要被困境束縛人生 知不知道?Q是可以幫助思考人生的心靈潰伴 令你的心靈寫得乾乾淨淨 充滿噴噴 Wa finance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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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窮鬼 害人偷看 自己訂閱啦 288 兩年重溫 4 元日 288 兩年重溫 4 元日 288 兩年重溫 4 元日 MIHK.TV 288 兩年無限次重溫計劃 平均每日只吹 4 元 到時想看甚麼都不用怕啦 快點上來 home.mhk.tv 訂閱 或者 whatsapp過來 9810-8874 查詢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